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要针对于CDC以及新北市卫生局 昨天晚上10点 昨天晚上间特别通知花莲县卫生局 因为新北市有个确诊的个案 在8月12到15日间 有到花莲的主机 等一下详细的主机会请卫生局在疫药部分 还可以做说明 那么花莲目前维持零确诊 今天全国新增有6亿的确诊情形 我们花莲目前 323101个月相亲当中 有129145位 接种我们的疫苗 AE的时候是73,819米 莫等量是55,320个米 我们覆盖率花里是40% 全国是39.555 那么各位从我们这边来看的话 这相关的一个统计图 也在这个地方 有跟各位展现出来 那么中央AE集中心 特别有在公布 8月24号开始到9月6号 全国维持二期警戒 各位从媒体相关的讯息报导 也都有得到这方面的讯息 那么二期警戒 8月14到9月6号 虽然维持 但是也有一些松绑的措施啊 来跟各位相亲 可能有些相亲朋友 在某些媒体部分已经知道 那么有些还不是很清楚 我把几个比较大的一个松绑的部分 跟各位相亲来说明 几位活动人数的上限 室内增加到80人 室外增加到300人 那么餐饮的管理部分 新增同住的亲友聚餐不受限 使用隔板美华座及专人分产 这部分目前相关县市 都还在审慎评估当中 所以绝大部分县市 对于我们的餐饮管理部分 所谓的同住的亲友聚餐 不受隔板跟美华座等等 这些规定 那么很多县市宁可 对冠状肺炎的传染的部分 从严谨慎方式的处理 大部分县市目前都还是评估当中 但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CDC对这部分的作业指引 也还没有颁布到给各县市 我们华林县会针对中央CDC相关的作业指引 以及针对华林县目前的疫情状况 还有相关的客观的条件 也在做审慎的评估 那么另外要跟我们相近要报告 医院有开放碳病 但是它有一些限制 内容包括开放家库病房 安宁病房 呼吸照顾病房 精神科病房 儿童病房 身心障碍病况危机 还有住院的天数达7天以上者 这些是开放碳病 另外我们的海钓厂 海泳浮潜的水域活动 那么也松绑 那么这个是我们来做松绑 那先来跟各位相亲的报告 根据西北市卫生局昨天的通知 那么我们卫生局 昨天紧急去做相关的疫情 主要是八月十二从新北市 那么有他们的团体 前前后后以大火车方式 到达花莉县的凤林镇 那么举办他们自己的 所谓的宗教活动 那一部分人就是14个人 是住在我们凤林镇的民宿当中 另外26个是在他们 这个凤林镇的旧的台电宿舍部分 举办宗教活动 那这15号他们在做活动回去 那么大部分都是在凤林镇 他们现在活动区域都在凤林镇 有没有花莉县的宗教团体 或者花莉县相亲跟他们去做交流互动 我们目前确定的凤林镇是没有 那么所以这个从新北市来的这些40个人 他们是属于自主性的宗教活动 并没有跟花莉县在地的宗教团体有互动 那么我们请卫生局去做了解 这一家民宿的业者 他的PCR 那么业材是阴性的 那么在据点部分 等一下住居长会公布 六个他所到的主机的据点 有六个地方 有九个人 我们已经紧急通知 去做相关的筛检措施 那么8月18到22 这40个人 他们8月15离开之后 业者是外地人 从台北赶下来 做了清销之后 那么从8月18到8月22 根据业者的登记资料 外县市继续有观光客 旅客住进这一间民宿 前后有八组人马 我们也请卫生局紧急的去通知 后来有进驻在这一间民宿的 外县市的观光客 在这个阶段做好自主健康团队 现在就请卫生局术局长 将这个团体到花莲凤零的主机图 来跟相亲做说明 秘书长 亲爱的花莲乡亲 还有我们的媒体先生 女士们 大家五万 那我想这个个案 16040 这个个案 它在8月12号 到8月15号 这段时间 在我们凤临镇 参加了一个宗教活动 那这整个宗教活动呢 参与的过程中 最多曾经有40多人 那经过了明镇处 以及我们跟个案 还有相关的人事访谈之后 确定没有花莲乡亲参与 所以我想 这个确定没有花莲乡亲的参与 所以我们花莲乡亲可以先放心 那个案呢 它是在8月15号离开花莲 但是8月16号的时候呢 出现一些症状 那他有去买这个家用快筛 那自己测试是阴性的 那但是症状 并没有一直改善 那8月19号又回诊 到诊所去 那一样的做一次抗原快筛 也是阴性 那8月22号呢 症状持续一直没有改善 所以个案到我们的 新北市的 这个中心医院区 户外快筛站 做了PCR 结果是阳性 因此在昨天晚上 昨天傍晚确定是阳性之后 然后开始启动了疫调 因此昨天晚上 我们花莲先会设计就被通知 这个案在8月12号到15号之间 成绩有能够花莲 那个案呢 是8月12号坐火车 那大概将近6点左右 5点53分左右 到达我们的凤林站 他直接坐火车到凤林 那同样的 在8月15号的时候呢 也从凤林站坐火车 直接回到台北去 那12号到15号的这段期间呢 那他除了在我们的火车站 有足迹之外 那他我们利用电子足迹 这个施力质的电子足迹 而找出了他在花莲这段时间 所去过的地方 包括了饮料店 包括了统一超商门市 那等等 那都陈列在这张表上面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那这个人他本身 他大概就在 因为他们在宗教活动的过程中 所以他们其实足迹 比较单纯一点 那就是在饮料店 以及这个统一超商 那只有在8月13号的时候 有去过169的五金的百货航号 那8月14号晚上 有到凤林的夜市去逛一逛 那除此之外 他们都是在从事宗教活动 里面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作为 那因为呢 他们所谓的这个宗教活动的地点 跟他所住宿的凤林好日子的民宿 离这个火车站都不是很远 所以因此各样的在凤林的活动 都是用布袭的方式 他并没有搭乘任何的交通工具 因此在有没有机电车司机 或是交通工具 受到一些理想 可是放在我们整个花莲这三天的足迹 那以上做简单的报告 那另外呢 我想除了这个个案之外 接下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目前为止 很多人对于这个目前所接种的高端疫苗 那非常地想要了解 那 关键16号到20号 截止已经完成 预约是5168人号 那最早的 这个预约的地点 还是以这个诊所为主要的一个定点 那今天23号开始接种疫苗 到23号接种疫苗 但是因为预约的人数 没有预期 达到预期 所以因此中央在开放 在今天早上10点 到明天傍晚6点 继续开放这个预约 如果想打高端疫苗的话 可以在这段时间继续预约高端 那施打的时间是8月27到8月29 也就是这一期次 从23号到29号这一期次 如果你现在预约的话 那可以在这一期次的后面三天 可以来做接种的一个动作 那因为接种来开始预约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据 到底有多少人施打疫苗 施打高端疫苗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发现一些卫生局局 没有接受到任何有施打疫苗之后 产生一个不适的现象 那以上再对于疫苗的部分 做简单的报告 那最后呢 就是还是在那边呼吁 那我们有很多的孕妇 已经接受第一期的莫德纳的疫苗的接种 那如果时间也差不多到第二期 该施打的时候了 所以如果你的疫苗预付 这个第二期的预约的专线 在那边可以呈现 然后是金月、门斗院 跟玉女、农民医院 那它能施打时间 以及预约的专线 以上做报告 谢谢博物局长 今天上次我们发现环保局 及风陵的我们在地的清洁队 也针对风陵镇展开九个点的消毒 包括凤临火车站周边 凤临镇的中山路整条 还有凤临镇中正路二段 大庆街口到和平街口的这一段 大同街 凤临镇的大同街 凤临镇的中小街 以及凤临镇新一路 就是从大同街口到中和路口 还有凤临镇的凤临夜市 以及凤临镇的中和街 是中正路的二段到新一路口这一段 还有凤临的好日子民宿 这几个点 那么积极地进去清销 在这边 恳切地呼吁 我们凤临的乡亲 或是在这个阶段 八月十二到八月十二之间 曾经到过这几个点 那么若自己 那么有所不放心 在这个阶段 做好制度 这样反流或是去做快三 这样让自己放心 也可以让我们的防疫 不至于造成二度的破口 我想这边 来跟欢迎乡亲 做个恳切的呼吁 那现在禁止媒体询问 苹果新闻网 记者黄瑞娟及花莲会数报记者 萧可震一点提问 今天是高端应游注射的第一天 请问花莲县施打的状况为何 目前共有多少人施打 有无出现不良反应呢 以及是否有民众气打呢 气打日为何 请出去打说明 刚才已经报告过了 因为今天刚开始在施打 所以目前来 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 那有多少人的施打 以及到底预约之后 没有去打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我想我们会再整理之后 然后再跟各位媒体先做报告 但是至少当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发生 长报告 好 谢谢 亲爱的华人乡亲 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 今天一期就可以当时结束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和安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ür weights 谢谢大家